大家好 我是有差亚 上周六上午我发了一篇文章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布在今日头条 b站知乎还有百家号 还有我的个人网站 同样一篇文章同样的标题同样的封面图 几乎在同一时间发布 是在周六的上午发的 应该这也算是一个小事件 这篇文章的曝光量阅读量评论收藏点赞的数量 都比我以往的文章或者视频要高得多 这也算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案例 但是它在不同创作平台上的表现却不一样 这个视频带着大家看一下 首先这是我的个人网站 今天是周二 事情已经过去三天 基本上曝光已经稳定了 在国内的平台 一般都是三天的曝光量 第一天是最高的 然后第二天第三天递减 然后第三天再往后就不会有太大的波动了 在我的个人网站上 是391个访问 这是头条号 头条号的展现是47万 阅读量是84万 几乎是20% 如果这是10% 也就是阅读量是展现量的10% 算是正常 如果低于5%算是不正常 现在是接近20% 这算是不错的了 平均阅读完成率是78.3% 这也算比较高的 这篇文章带来的收入是85.25 粉丝增加了76 掉了一个粉 这篇文章在今日头条号里面算是不错的了 表现不错 那么再看一下百家号 其实我很少在百家号上发文章 因为百家号的审查和头条号规则不太一样 我不是很喜欢 但是我感觉这篇文章应该也不错 也比较适合百家号的受众群体 所以也发了一个测试一下 没想到成绩还可以 他的这个推荐量和头条号的推荐量的规则不一样 阅读量是17000 完成率是77% 这也是不错的 他的评论是12 点赞2 收藏37 分享1 这算是不错的 长了两个粉 对于我来说 那么看一下他的评论 在头条号的评论是780 点赞是496 转发46 分享530 收藏2046 用户基本上是24到40岁 还是偏年轻 因为这是关于小米手机的文章 小米手机的使用群体或者爱好者 基本上是在这个年龄段 地区 广东 江苏 河南 山东 居然没有北京 机型 机型 3,000到3,900 2,000到2,900 这个比较多 还有5,000以上 百家号的信息 百家号的信息就是这么多 然后再看一下知乎 知乎的总阅读量是35,000 文章在B站却没有爆发 很普通 播放量只有 阅读量只有270 评论只有5.33 我感觉这篇文章在B站没有起来 难道是封面图的问题 这个我不知道 也可能跟用户群体有关 但小米手机在B站的用户群体 应该也不少 我之前发过 发过一篇小米手机如何优化 还是不错的 那个是视频 不知道为什么这篇文章在同一时间点 但是在B站却没有好的表现 我做这个视频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我有一个感觉 在不同的媒体 在不同的平台上 发布表现是不一样的 这个和标题封面图有很大关系 和时间段的关系更大 我没有想到的是 在同一时间点 同一个标题 同一篇文章 同样的缩略图 在这四个创作平台上 有三个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是还有一个 竟然和其他三个还不一样 所以说一下观点 我们在创作文章或者视频的时候 不要带有太多的胜负心 不要太期待结果 太期待输赢 发了是我想发的 至于结果 不要太看重 并不重要 发了就好 因为发文章 分享文章 分享观点 分享经验 才是我们的初衷 不要太在意那个结果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Achai 我们下次见